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烂土 他的世界 各位亲爱的空中主流学观众您好 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 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八节 我定位题目叫当高阳揭开末世时 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说 我看见高阳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并有冠冕赐给他 他便出来胜了又胜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了一升麦子 一钱银子买了三升大麦 油和酒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音符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瘟疫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当羔羊揭开末世时 当我在录这一段的时候 正好昨天晚上 美国的Walk Trade Center 世界范围中心 被两包飞机炸掉 昨天晚上我在看 今天早上在看 整个来的路上 就在想能够被炸 包括Pentagon 五角大厦被炸 我发觉 你就发觉 启示录第六印 蛮实际上在描绘 人间会发生的灾难 或者你阅读 启示录第六章 你更会发觉 人类常常对将来的世界 有不实际的期望 以为明天会更好 因而把期望 完全放在世界上 但你越了解 第六章所描绘 一到四印的时候 你会发觉 当羔羊不默示的七印 揭开的时候 我们恍然大悟 我们不能把人生的盼望 单单放在 今生这个篮子里面 用英文来说 Don't put all the eggs into your basket into one basket 因为世界不会 越来越好 实际上世界不仅 不会越来越好 启示录还告诉我们 世界会越来越坏 从第一印 第二印 第三印 特别第四印 还有刀剑 有饥荒 有瘟疫 有野兽 杀害 你来看 世界只有越来越坏 因此当羔羊揭开 末世七印的时候 你留意三个原则 第一 末世的 征兆的起头 是战争 是战争 就看今天我所看到 那个世界贸易中心 那个飞机被夹持 炸了整个世界贸易 我还去过那个大楼 然后另外一个炸了以后 整个垮下来 旁边那个大楼也垮下来 五角大厦也垮下来 你会发觉 世界末世 征兆的起头 是战争 你可以期望 可能会有战争 第一个征兆 就是战争 这是末世的征兆 第一印就在说明这个 当那骑马的 他拿着弓 他就带来了胜利 胜了又胜 马上带来战争 那这边你马上碰到一个 解经的问题 就是这个骑着白马的是谁 先把这个解经的问题 先解决掉 基本上有三种可能 第一个 认为是基督 因为这边是白马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 讲基督骑白马 十四章十四节 还说基督驾着白云 包括第三章 基督是得胜的姿态出现 这边说胜了又胜 因着十九章 因着十四章 骑白马 驾着白云 得胜的姿态 也因此教父 时期开始的 Irenius 就开始认为 这个骑白马的 那一位是基督 但是如果好好看上下 你会发觉 第六章第二节 所描绘的 这个跟十九章十一节 所描绘骑白马的特征 完全全不同 那不是 这个骑白马应当 不是指的那个基督 加上第二个问题是 揭开地印的 那个揭开的人是羔羊 结果羔羊揭开 自己在里面 那不是本尊跟 分身的混淆吗 这样说起来的话呢 应当不是基督 第二个呢 认为这个骑白马的人 是敌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马可福音十三章 五到六节描绘 也漠视敌基督会迷惑人 加上整本启示录 好多假先知 而且十二章十三章 就讲到 撒旦在迷惑人 在欺负人 在伤害人 跟这边所说的 好像有点接近 但是呢 十二章十三章 有关于敌基督呢 那个比较清楚 佛信呢 并不是在第六章就有了 因此敌基督呢 大概是第九章以后 特别是十二章以后 十三章以后 才会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 还比较不像是指的敌基督 包括呢 第六章八节 所说那个野兽 有人说 因为那个野兽 是指的基督 是敌基督 那个兽 海兽跟地兽 哪里把它画等号 但是这个野兽 在六章八节的野兽 言文是负数 而不是像十三章第一节 海兽跟十三章十一节的 地兽是单数 两个不一样 所以呢 第一印 骑白马的那一位 也不是敌基督 那到底怎么解呢 我发觉呢 不难 原因是因为 七印 七号 七晚 有几个特征 最大的特征就是 先有四个 再有后面的三个 先有四印 然后再有三印 先有四号 再来后面的两号跟三号 所以四加三 四加三的特征来看 一二三四印 感觉上是一组的 是一组的 他们是基本上是接近的 加上呢 第四印 正好把一二三印 通通累积了 第一印是讲 骑白马 胜了又胜 第二印是 有一匹马 红的 这个马出来以后呢 就彼此互相相杀 而且有大刀 看出来是在讲战争 在讲凶杀 然后第三印呢 其实在讲凄方 一钱银子买了一升麦子 一钱银子买了三升大麦 通货膨胀 特别讲油跟酒不可糟蹋 是指的凄方 这三印整个通通zoom 集中更好在第四印 通通描绘了 第四印最后有刀剑 有凄方 有瘟疫 甚至还第四印 还加上有野兽 还有世界上的人 四分之一的死了 因此第四印 是用灰色的马 甚至用死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一二三四印 通通累积在第四印 因此一二印 基本上是等于 第四印所说的 那个刀剑 凶杀 流血 第二印的红马 是指的流血 这样整个上下文 来解的话 这个骑白马的 如果骑白马在骑士 都是指的代表 胜利或征服 来看的话 这个骑白马是在讲 人间彼此互相残杀 价位妥当 就好像你所看到的 整个世界贸易中心被炸掉 那么五角大厦被炸掉 那会不会有引发更多的战争 这样的情况呢 说穿的是整个人间的灾难 的一再一再的繁衍的 他要报复 他继续报复 就好像中东的战局一样 以色列要报复其他巴勒斯坦 其他的这些人 巴勒斯坦人就更多的 报复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更多的报复 这样的整个人间罪恶的余毒 你会发觉 基本的特征就是战争 基本的特征就是战争 这样的描绘 第六章一到四节的描绘 非常像马可福音十三章 其实跟马可福音十三章雷同 马可福音十三章第八节 就在讲末世的征兆 正好在帮助我们 在一个世界在动乱不安的时候 跟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是很相像的 第十三章第八节 说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有飙荒 然后接着说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还是起头而已 世界会越来越乱 像这边只是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飞机来炸整个世界茂围中心 这样的情况 不过是灾难的起头 所以末世征兆的起头 就是战争 末世征兆的起头 就是战争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这个好像是创世征兆第三章以后 人一离开一天眼以后 兄弟互相残杀 亚当跟夏娃的儿子 该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 亚伯 之后世界互相残杀 这种人间凶杀死 正好在描绘第六章一到四印以后 人因为罪恶败坏所带来的 整个绵绵不休的征战战争 其实人类历史跟圣经都告诉我们 人类的政权必然会彼此互相抢夺的 政党是很现实的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为生存 互相残杀是很丑陋无情的 没有任何可以来抵挡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公益的原则 人一进入世界离开一天眼的结果 就是在战争的凶杀的过程当中 中国很少有平安的守候 战争是末世的趋势 无从避免 中国历史是如此 我们在台湾这几十年 还算是整个最平安的 甚至有长达五十年 这还是相当有上帝格外的恩典 你看末世在启示录所启示的 就发觉末世征兆的起头是战争 末世征兆的起头是战争 你如果有兴趣想知道 到底之后接下去会怎么样 马可福音十三章更清楚描绘 下去之后的情况 其实是更凄惨的 因为在十三章第七写说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有飢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然后甚至讲说 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 要受鞭打 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 被站在诸侯君王面前 对他们做见证 然后福音要传给万民 那这个被鞭打 其实等于在讲第五印 启示录第六章第五印在讲 信徒会被杀 被杀的灵魂在祭坛底下 原因也是凶杀 击方 刀剑 属神的百姓可能不能免疑惑 乍到在Wars Center里面 包括飞机里面 可能有一些是基督徒的 他们也不一定会完全脱离灾难的 因为战争是普世性的 战争不过是末世征兆的起头 那这是末世 当高阳揭开末世气音的时候 让我们了解人的本质 或者了解人历史的本质 末世征兆的起头 就是战争 就是战争 第二个 末世的灾害 无独有偶 无独有偶 不单单是single event 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事件 其实是整个蔓延性的 从这四印来看 第一印骑白马的 他胜了又胜 接下去第二印骑着红马的 红是血 杀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彼此互相残杀 又有大刀 第三印就发觉 凶杀当中当然会有饥荒 会有通货膨胀 我听见在第六章第六节 我听见在四国中 四国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身麦子 一钱银子买三身大麦 油跟酒不可糟蹋 通货膨胀 黑马 用黑 中国世纪 特别是十二十三十世纪的时候 是整个黑暗时期 人活得很短 一二十岁 饥荒 有瘟疫 这个情况 历史历代都可能会发生 因此第三印 让我们看到 特别第一世纪的信徒 他们最了解的 因为呢 窦米仙皇帝 这个要逼迫小亚西亚的 七个教会的这个皇帝 Domitian 他自己曾经命令呢 把全国的一半葡萄啊 通通毁掉 因此这种通货膨胀 一钱银子买一身麦子 一钱银子买三身大麦 对第一世纪的约翰 启示录的读者 非常熟悉啊 其实提醒我们啊 当你我将人生的盼望啊 单单放在今生这个篮子里面啊 迟早啊 你会经历到被贼所靠近 被虫所住所朽难的滋味 因为末世的灾害 无毒 有偶 末世的灾害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罪恶的遗害 人家犯了罪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因此整个高潮是第四印 用死 用阴府 用刀剑 用饥荒 用瘟疫 用野兽 甚至杀害 四分之一的比例 来描绘 所以罪恶的遗害啊 你会发觉 人间出现的高潮 在第四印当中 一二三印 通通consumation 通通累积在一起 用这个死亡 用饥荒 用瘟疫来描绘 这样的描绘呢 其实看中国历史啊 你会发觉啊 其实呢 非常准确 拿中国的春秋战国来说 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难以后呢 秦死亡 统一的中国 秦 英文的中国人就是Chinese Chin Chinese 统一世界啦 他把文字统一啦 把语言统一啦 把车轨都统一啦 把道路都统一啦 世界应当太平啦 知道他死了以后呢 刘邦 向于楚汉之争 继续逐路 继续相当长的凶杀 刘邦之后呢 中国会进入平安吗 也不见得 吕后 夺权 吕后呢 就把他自己 刘邦 得爱妻 叫欺负人 跟他的儿子 毒死杀了 甚至把他欺负人 刘邦 所爱的这个欺负人 生了那个如意 那个儿子的那个欺负人 杀了以后呢 还没有杀之前 把他耳朵切掉 把他眼睛拔掉 把他舌头剪掉 把他手切掉 把他脚切掉 放在笼子里面 给他取名叫人质 意思就是人猪 非常残酷的 这种凶杀的历史 中国历史都有的 残酷到一个地步呢 屡获的儿子晦地 看了以后呢 吓死了 精神恍惚 可以说你说 只得到精神病 开始呢 不问世事 所以春秋战国 汉 每一个朝代 通通有灾害 无毒 有偶 那西方历史也是如此 拿亚历山大来说 在约翰写启示录之前的 三百多年 亚历山大呢 是大帝 死了以后呢 第一个太太 就把第二个太太 跟第二个太太的孩子 通通杀了 那 亚历山大的四个大将 把这个帝国瓜分了 那就进入整个罗马帝国 出来之前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局势 这种情况 其实正好整个在描 正好就如 戴伊里书第七章 跟第二章所描绘 有巴比伦 有波斯 有希腊 有罗马 世界 一直在改变 国要攻打国 一个朝代 一个朝代 在改变 一个朝代 再可怜的是百姓 末世的灾害 无独 有偶 这个描绘呢 不只是马可有 马太福音也有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六到八节 也记载相同的 末世的灾害呢 无独 有偶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第六到八节 说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声音 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 激方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使人 要把你们陷在坏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也要为 我的民被万民恨恶 所以末世的灾害 无独 有我 这是第二个 整个末世 当羔羊揭开七音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末世的特征 的两个 第三个特征 末世灾害呢 有神管制 末世灾害有神管制 我们发觉第六章 第一到四节 人间这么多的灾害 上帝不管吗 一详细读经文 你会发觉 很感动 原因呢 六章一节是 高羊揭开七音的 如果不是高羊许可 七音里面的发事情 不会发生 高羊揭开七音 才有末世论 我们上次所说的 第四章 创造的主在宝座上 第五章 高羊在宝座上 这个宝座上掌管万有 人间历史的主宰的 上帝跟高羊 他们被敬拜完以后 才进入第六章的末世论 也就是说末世 什么事情会发生 决定性 关键呢 是上帝跟高羊之间 允许事情才发生 越了解这个就发觉 圣经清楚记载着 这世界不是佛教基研所组合的学说 所可以解释的 也不是进化论所说 按激励碰撞而成的 圣经里面的世界观跟历史观 不是没有计划的轮回 或是循环 或是言 机言 说其实这世界是有始 有终 基督教的世界观是直线的 而不是一个原型的 启示录记载的末世的景况 并不是人始如灯灭般 了无痕迹可循的整个基言 启示录所记载的 就发现末世里面不是积功德 误佛道者可以脱尘还 其余众生仍在无奈里面 被束缚在轮回中 那种不公平的结局 启示录记载 末世灾害 清清楚楚记载 上帝涉入在历史当中 上帝如何涉入 但以理的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 但以理书第二章 跟第七章 所记载的整个末世 灾难过程当中 上帝涉入 如果不是上帝涉入 巴比伦不可能把 以色列犹大国灭掉 如果不是上帝涉入 巴比伦不会一下子间 改朝换代 进入波斯王朝 在但以理书第五章 最后结束的时候 如果不是上帝涉入 希腊 亚历山大大帝 罗马该杀的出现 不可能会发生 其实启示录第六章 前前后后还告诉我们 第一章第一节 就记载 这末世必成的事 是耶稣启示的一部分 而且一章十九节 记载 死里复活 掌管死亡和阴间要死的 是耶稣 不是别人 掌管末世 死亡阴间要死的耶稣 是他 包括四章第二节 提到 有一位宝座 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耶稣坐在宝座上 上帝 上帝坐在宝座上 因此整个末世 让我们清楚知道 上帝掌管 特别如果靠近 第四印 四印来看的话 这整个七印当中 人间的正前凶杀当中 都有上帝涉入 比如说六章二节 六章二节讲到这个白马 我就观看 竟有一匹白马 这匹白马乘着马上 然后拿着弓 并有冠冕赐给他 希腊文是一个被动试 given 而且是过去被动试 是上帝过去已经允许之下 才会发生 并有冠冕赐给他 given 那这一处赐给他 在第二印也发生 第二印那个红马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given 包括第四印当中 第四印这个使能够把刀剑 击方瘟疫 也受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如果不是天上的神许可 不可能发生 因为六章八节记载 有权柄赐给他们 这几处经文 试给他们在六章二节 六章四节 跟六章八节 都在记载 末世的事件 是掌握在上帝手中 启示录所描绘的 不是末世论而已 启示录描绘第六章的 末世论的核心是羔羊 是第五章第四章 做宝座上的上帝跟羔羊 是创造creator跟redeemer 更准确来说 末世论的根基 是三位一体的神 如果不是他 用马太夫音来说 没有一只麻雀可以掉在地上的 因为历史的主宰是神 历史的英文怎么说 History History is his story 他如何掌管巴比伦波斯 希腊罗马 也在掌管末世的世议 因此世音当中有凶杀 有痛苦 有激方 有可怜 包括世界贸易中心 有被炸 这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上帝允许 不会发生的 世界是一直在往 灭亡的路上在走 但是属神的百姓 就要来仰望天上的神 那个有国度 有权柄 有荣耀 在执掌王权的那个神 你要学习留意 你如果单单定睛在这世界上的话 你会失去了一切 但如果你定睛在天上的话 你要得到天 也安稳在地上 因此当世界在乱的时候 留意 转眼看日光之上的神 那位羔羊 靠着他 坦然无惧 到斯恩宝座面前 有永恒的避难所 来仰望他 免得末世的灾难 无独有偶的战争 吓坏了你 到主面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 世界是有越来越乱的时候 却在基督里面有永恒的平安 因此帮助我们 常常让你的儿子耶稣的保血遮盖我们 让我们从常常懂得来依靠你 躲在你里面 世界上的灾难 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安然在你里面得到平安 谢谢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犯难中随时的帮助 也因此更交托 更懂得那两望 更懂得把眼光定睛在天上 这样祈求交托仰望里 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愿上帝祝福您平安 再见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错 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祂的时间不错 谢谢大家